阿拉丁和神灯 1 沙拉扎讲故事 我叫沙拉扎,是波斯王的妻子。 我并不是国王的第一任妻子。 唉,他曾经有过上百个妻子。 我会慢慢解释的。 几年来,国王每天都会和一名美丽的女子结婚。 然而,在第二天早上,他会下令把妻子杀死。 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非常气愤。 父母们失声痛哭,所有的年轻女孩都活在恐惧之中。 没有人想和国王结婚。 可是,国王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终于有一天轮到了我,我成为了国王的新娘。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还活着。 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我亲吻了一下国王,说, 陛下,我给你讲个故事来打发时间怎么样。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他说,于是,我给他讲了一个充满冒险经历的精彩的故事。 国王听了一个晚上,当我讲完故事时,国王拍手说。 就在那时,阳光照进了窗户,公鸡开始提叫。 对不起,我说,夜晚已经过去了,没有时间了。 如果您让我活着,今晚我会为您讲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所以,那天,国王没有杀我,到了晚上,我给他讲了一个非常长的故事。 直到早上,我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所以,为了听故事的结尾,国王再一次让我活了下来。 就这样,一天接着一天。 每天早上,国王为了可以听到更多的精彩故事,就让我多活一天。 你们想听一听国王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吗? 如果想听的话,就让我为你们讲述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穷裁风住在一个临着大海的遥远的地方。 裁风有一个儿子,叫阿拉丁,阿拉丁除了玩,不愿意做任何事。 阿拉丁,阿拉丁,阿拉丁,你必须学会一样本领,我来教你,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为一名裁缝了。 我才不要工作呢。 阿拉丁抱怨道。 每次裁风转过身,阿拉丁就跑出门去玩了。 回来! 裁风大声叫道。 但是,阿拉丁就是不听。 阿拉丁的父亲非常伤心,于是他病了。 很快,他就因伤心过度而去世了。 阿拉丁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 为了买面包,我没日没夜地仿沙。 阿拉丁的妈妈叹息道。 阿拉丁的妈妈名叫泽巴。 她说。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只有饿的时候才会回家。 就这样,不知不觉阿拉丁已经十七岁了。 那一年,一个名叫玛格里布的陌生人来到了这座城市。 没有人知道玛格里布其实是一名魔法师。 因为这是她的秘密。 一天,玛格里布看着在街上玩耍的孩子们。 她灰白的眼睛在满是灰尘的长袍头巾下闪亮起来。 她指着阿拉丁向身边的一个小孩问道。 那个男孩是谁? 她的父亲是谁? 她是阿拉丁。 小孩说。 她是裁缝的儿子。 玛格里布问了很多问题。 她了解了关于阿拉丁的所有事情。 最后,她笑了。 寻找结束了。 玛格里布说。 我找到她了。 我们早就爱不到小孩。 我们早就会回了那时, 我们早就不要回来, 午后,我们早就会回来。 微想要回来。 早就会回来。 我早就会回来。 我们早就会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